防空演習的食物演練 好 現在開始了 開始 空襲警報一響 在工作人員引導下 玉城里民快速的往地下室避難 這是台北市南港區玉城里 首次舉辦的防空演習 情緻撰寫演習腳本的里長 黃忠志表示 因為近期供給老台事件頻傳 因此他臨時決定 把防震演習搞為防空演習 讓里民了解 萬一真的發生空襲時 要如何避難保護自己 最近經常被包招媒體 都看到什麼 攻擊繞台幾架次 戰艦怎麼樣 在繞整個台灣 突然想到 還加上有一次上課 我們那上課的教官 他就直接就覺得說 他現在問大家說 我放一個警報 你們聽得懂什麼嗎 因為已經很久人忘掉 什麼叫防空警報了 延期於這個我就說 應該我們來做個防空演練 所以我自己就寫了一個腳本 在教官教導下 玉成李明抱頭趴下躲避轟炸 黃聰志說過去的年代 大家都有接受過這樣的訓練 但是現在可能很多人連空襲警報 與解除警報都分不清楚 因此希望透過防空演習 提醒國人有備無患 我們還找到 那個什麼叫空襲警報 什麼叫解除警報 它是不一樣的 空襲警報是有長短音 解除警報是一長音 是90秒是不一樣 也要讓人家辨識 這個我覺得 在我們過去年代 都經常有接受這種的訓練 我覺得還是要 讓大家要有危機意識 不要讓大家 像很多狀況 我覺得台灣的慢慢會比較富裕 會比較太平盛世的日子 過久了 可能當然有一些危機 沒有危機感 這我們就讓李明 跟我們李林長 民眾 還是要開始有這種危機意識 在消防局人員指導下 李明也學習如何噴水撲滅火勢 雖然沒有彩排就上陣 不過演習過程相當逼真 參與演習的李明也都認真學習 讓黃松志相當感動 也期盼透過這一次演習 提醒國人 在成平時代更應具備憂患意識 記者張棋騰 台北報導 請我來教導 資料 視頻 都議員 都議員